郑重否认没有所谓的八大工商团体的大佬 没有特别的说是大佬而开放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立委是爆料八大工商团体疑似要求政府 要把产业界大佬先列入第七类的优先施打疫苗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话题 想请教一下 谢谢 我要郑重否认没有所谓的八大工商团体的大佬 那个他们大概会有如果有75岁以上 那大概就可以打 那如果住在长照机机构也会可以打 但没有特别的说是大佬而开放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